在年假期間發生這樣子有兩個船員 漁民死亡的事件 這真的非常令人遺憾 但是我看這個事情大概有三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 我同意剛才洪生漢委員所講的 因為按照現在所看到的 就是因為這個大陸漁船 它越界捕撈 已經進入了禁止水域 那不能不讓我們的海巡署去執法 所以他們依法去執行 他們要保護漁權 還有他們依法來執法 我覺得這一點 事實上你很難對他們做什麼樣的苛責 否則的話 未來如果漁民有反應 或者是確實有這樣的狀況 那麼海巡署 它到底要不要依法來執法呢 那第二點就是說 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比較令人擔心的 剛才我沒講說 今天是開工第一天 開工第一天 其實我們談到話題 第一個話題 談到兩岸之間 台海是不是有危機的問題 而且全世界也都把這個列入重要的議題 比如說為什麼美國眾議院 就是會通過 這個台灣 以色列跟烏克蘭的援助案 他怎麼不去援助什麼馬來西亞 怎麼不援助新加坡 就是援助台灣 當然就是有關台海之間的危機跟摩擦 還是現在全世界都會關注的焦點 那麼一開年也確實發生這樣的一個遺憾的事件 那確實你今天不管是胡錫進他的微博 或者是現在你可以看到國台辦的說法 那麼當然他是直指 好說這個是執法過當 說你要給我一個交代等等之類的 那麼其實我們比較擔心的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台海之間因為有一些摩擦 然後導致的 我們是希望的是互相能夠堆疊善意 但是呢現在看起來恐怕是一個堆疊惡意 因為雙方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認為是雙方的對方的一個惡意 你不要說在前這個過年之前 還有我們又宣布說本來要解除旅遊業的 這個對大陸的禁環令 可是突然我們又刹車了 又不解除了 要繼續的限制 那所以年前也好 年後也好 年前是一個政策的決定 年後是一個意外 但是年前年後這樣堆疊起來 它是一個絕對大家不會覺得是一個善意的堆疊 而是一個惡意的堆疊 所以會變成台海之間 會不會有擦槍走火 會不會有摩擦 不要忘記喔 這個我們上面 還有好多 這個每天這個飛機繞來繞去啊 或者這個船艦也繞來繞去 這樣子的擦槍走火 在未來會不會發生 這是讓我們覺得比較擔心的事情 好第三件 剛才也講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有這種 悲天憫人的這種感受 因為這個漁民沒想到兩個落海 兩個救起來 救起來不會講閩南話 他們講的是四川口音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 他們是辛苦的淘海人 那現在有兩個 他在送到金門醫院死亡了 他後續一定會有 後續別說人家家屬 當然要認屍啊 對不對 就是生要見人 死要見屍 他可能要有一些善後 那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兩岸之間都沒有任何的溝通協調的管道 我現在看到的變成是紅十字會在做這些事情 可是這不對的 其實兩岸之間需要有一些溝通協調管道 上次大的政策 嚇到有這種意外發生的時候 也要有這樣的管道 但是我們現在都沒有啊 都只有喊話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讓我覺得最擔心的事情 那所以這件事情是個意外 我們有悲天鳴人 我們也覺得這兩名死亡的 真的他們後面都有可能有一大夾子要去養 但是我覺得對我們比較放大格局 再拉高來看 兩岸之間如果繼續的這樣的僵持或者堆疊惡意 而我們現在完全沒有任何溝通的管道 這是相當危險的事情 選舉今天我到金門馬祖 他們當地民眾的確是反應 第一個捕魚 第二個抽殺 而且馬祖一帶抽殺 甚至把海底電纜都弄斷 當時就講 我說沒關係 等到我們當選 一定跟大陸恢復談判 談判一定要講這個事情 你大陸要制止 你自己邊界要守好 你大陸的這個海訓 那邊也必須要守好 不能叫我們來 我們抓不勝抓 而且真的是迫害感情 搞得大家都怒目而視這樣 那沒辦法 所以不管現在賴慶德當選了 他還是必須要跟大陸溝通 這個才是重點 否則我們這是趕不勝趕 趨不勝趨 他那麼多船 大大小小 快的慢的過來 你怎麼弄呢 對不對 那好不容易 如果真不小心弄死一個人 或是弄傷一個人 都是很大的麻煩